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Ashley 梁坤田 我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参与这一个节目 好甜美哦 好甜美 谢谢 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 而且是纯白色的 是不是跟你演出的这个角色很有关系呢 对 没错 我最近上演完一场白蛇状的舞剧 我这一身造型就是白蛇女主角的舞蹈服装 白蛇状 因为先前有很多前辈已经演过 是一个很经典的剧目 那你们搬到美国的舞台上 是不是会就当地做出一些变化呢 这一次的舞剧呢 是融合了一些现代的元素 就不会说我们脑海里面 很传统的古典的那个舞剧 像我是演白蛇 然后青蛇呢 就是一个女的老外女孩来演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 就会有两个伐海 也是老外来演的 两个伐海 其中一个伐海 不是应该一个吗 对 本来是一个 然后现在两个伐海当中呢 一个是男一个是女 女的那个她是做反寸的 反串的 反串 对对 不好意思 很特别 国语不大 没关系 越语比较好一点 理解理解 对对 然后呢 曲仙呢 她是出生在香港 但她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她会讲一点点粤语 当时我们排舞蹈的时候 他们就是说 对白蛇的内容都一点都不知道的 我们都是要跟她讲这个故事 她去酝酿 你们这个剧里面有这么多不同背景 不同国籍的演员一起来参与 那他们能理解这种中国神话故事 这个故事的精髓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了解 因为呢 我们在排这个白蛇传的舞剧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起training过中国舞蹈 对 就是他们也接触过 对 那你们这个舞蹈 那应该这个舞剧就是不说话的 对 那不说话的话 怎么能让观众就是理解这个剧里面的这个剧情呢 对 支持语言必须要非常夸张才可以 对呀 所以我们都是充分的利用了身体语言去表达 像青蛇跟白蛇 我们必须就是说 那就是要靠舞蹈演员的技术 就是用身体去表现蛇 然后我们来到人间 然后也是演艺人的东西这样子 那据我们的猜想来想的话 是不是白蛇会比较端中大方一点 然后青蛇会比较的俏皮可爱一点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对 青蛇会比较可爱 然后像他的服装造型也会比较野性一点的 对 我们很期待 他的服装比我的服装还要性感 那你可不可以现场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对 刚才你说的这个芝琪语言 对啊 对 很妩媚的哦 也可以 对 好 那我想想 可以放进一步 好的 嗯 好 我想大家吃到这边 也很坏 对 其实它没有 mite 有没有 是 上面 有机防 即时 还有 跟我 没 别 by 可以 谢谢 만큼 他 我 我 大概是一样做笑场 用的用的 要不要 不太好 不太好 因为每次节目里面 我都要 我都要献身一次 那刘佳我觉得 这次节目里面 该你给大家模仿一下 必须要反串才精彩嘛 没有没有 这个青蛇 只有女性才可以 演绎出蛇的这种婀娜多姿 Ashley 我问一下 你是希望她来帮你 那个扮青蛇呢 还是希望 不用不用 今天的主角 你来演出 没有没有 因为我知道 你这身现在这个造型 并不是真正就是 在舞台上已经定装的那种照 那可不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那个舞台上是多么漂亮的 一个青蛇和白蛇 可以 那我可以先分享一下 我们其中一个剧目 就是在语中 就是我们白蛇跟曲仙相遇 然后向曲仙戒伞的那一幕 因为呢 在古典的那个版本呢 就在一个潮里面 他们相遇 对 断桥 但是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穿越时空 把它改为是现代的 就是变成是在纽约的地铁上相遇的 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穿越奇才 而且跨越了很大的一个地域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舞蹈里面呢 有些是运用了中国舞蹈的元素 然后但是在雨中呢 我们就运用到西方舞蹈的元素 所以我们像撑的闪都不会是说什么游子闪 都是拿着现代的那种闪 然后我们穿的本来的服装 我们外面也会套一个现代的生活装 对就是给观众一个意识 哦我们转到现金了 然后音乐呢也会有地铁的声音呢 就是他们观众就会知道 哦现在就是在地铁上这样子 从杭州到纽约 非常穿越的感觉 对呀 很吸引人 白娘子的这个头饰 还有你身上这套服装非常的有特点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我们的妆头型还有啊 那个服装都是由我们的编导 还有副编导设计的 哦那他们今天有来吗 有我们今天来了一个副编导 王志强先生 那可以有请王老师 有请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您好 谢谢王老师您好 欢迎主持人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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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本来我们的这个第一编导呢 沈建辉先生呢 因为他有课所以来不了 他是这个舞剧的第一编导 而且是服装的设计师 那么我呢 是作为这个舞剧的副编导 也是可以说是助理吧 但是我的主要负责是这个 造型 对 整个演员的化妆 造型 真是很漂亮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 但是呢 正式演出的造型比这个 还要夸张一些 对 对对对对 他头上这个头饰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头饰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 其实呢 主要是Ashley人长漂亮 谢谢王老师 einfach都在你观察也给你 Aiplin何师那种 头上这一块还有一个假发 后面有一个白色的纱巾的飘带 那会很漂亮 很飘逸的感觉 完了之后 他穿越现代的时候 这个纱巾就会转变成一个 现代的头巾回到头上 马上就变成现代 因为穿越时空完了之后 马上又回到千年以后 所以这个造型 还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是是是非常好 那最后面这个 可不可以请Ashley 调过来 这个是尾巴吗 对对对 蛇的尾巴 而且是立起来小尾蛇 对立起来 美女小尾蛇 所以他的这个造型 主要是以白色为主 包括这个花啊什么的 那么青蛇呢 他的那个蛇的造型 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整个用的是那个青色的 而且服装啊 包括化妆 包括眼影啊 整个都是与他这个人物 都是完全相辅相成的 非常期待那个性感的青蛇 还是一个洋青蛇 对对对 也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法海 那法海的造型 王老师你是怎么设计的呢 法海呢 因为法海 他是一个反面人物 还不能给他造的特别的丑 但是还要叫观众感觉出来 一看 很讨厌 对 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人物 因为这个舞剧 主要是以这个形体来表现 但是看到最后 不管是中国观众 外国观众 他都能看出来 这个法海 是个一肩 这个白蛇 跟许仙 感情 他们这个爱情中间的 一个破坏 障碍 对对 王老师 你知道吗 刚好我们的春晚 也是各族裔 大家一起欢聚的 这么一个舞台 太好了 那么我想呢 这是我们每一个演员 都期待的做的事情 那么也很希望 能够有机会呢 参加我们这个 ICM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那么我想呢 如果可能的话呢 我们会把这个白蛇传 作为一个小的片段 来参加这个演出 是是是 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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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期待这样一部由中国神话故事改编的白蛇传 如果你喜欢刚才那个婀娜多姿的13号选手Ashley 就赶紧登了我们的网站为她投上一票 如果你也有才艺 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7189616490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吧 刘佳 刚才给你请到的一位是中国的古典美女 那下面呢将要给你请到一位非常时尚非常前卫的美女 好有请我们的14号选手王超 有请 14号选手王超 时尚的外形 火辣的歌喉 一个舞台上的动感小精灵 参赛节目 歌曲夏天的浪花 真是一位骨感美女啊 真的 我们今天好有压力的 对刘佳你是不是觉得你要该运动了 你呢 我也该运动了 是 小超我觉得你的名字其实还蛮像男孩子一样的 对 对你是父亲是希望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其实没有啦其实我我我其实对我的名字还是稍微 呃还还觉得OK因为为什么觉得是爸妈给我的对 然后我觉得王超吧觉得要超越自我 这是自己是最大的敌人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叫起来超超超超超超超 王超你在中国的时候是做学生吗 呃我在中国原来我在北京舞蹈学院 读书学舞蹈 哦专专业舞蹈 嗯对专业是舞蹈 然后嗯小时候爸爸妈妈就培训我培养我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啊 就文艺方面的 哇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手 对而且说起来我们很有缘缘都是在北京 他是中系嗯 你是舞蹈学院 蛮好 哇你自己 对那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啊跟你们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 我一直非常喜欢唱歌啊跳舞 对对对 那呃就是我看到你的Facebook上说有好多那种运动类似的照片 你是喜欢运动吗 呃蛮喜欢我喜欢旅游哈哈 我没喜欢喜欢旅游 特别喜欢旅游 然后拍一些照片 因为我觉得呃照片是很珍贵的 可以抓住每个非常细微的一种瞬间 我觉得所以多拍一些照片呃随着时光的流逝 然后可以觉得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对可以记录下你生活的点点滴滴 等到以后的日子里再拿回头来看觉得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忆 因为你刚才说是从中国那边过来 可以问一下你在美国过年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呃说实话吧就是在美国因为我来美国时间不是太长 嗯所以但其实我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所以无论在哪过年我觉得都是很幸福的一家人在一起有吃饺子之类的吗 啊我知道北方人肯定会吃饺子 对我们吃饺子 还有很多那种呃就是像梯台走秀类的呃那刚刚过去的是纽约时装周 对我们想看一下你可不可以在今天现场跟我们走一段啊 啊行好非常好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嗯OK那我们就给他一个音乐的拍子 好 呃 one two three 走你 哈哈 一二三四五非常专业 哇很美很有时尚的感觉 有没有说将来想做一个专业的模特 呃其实呃其实我很爱好文艺唱歌跳舞表演 嗯所以有机会我都会尝试 舞蹈方面的话不知道你是擅长哪一类的舞蹈 呃其实呃我原来在北京舞蹈圈我是主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哦 民族舞蹈那很专业了 在现场表演一小段 是是想看哪一个族的呢 维族歹族 嗯都想看 维族吧 我觉得维族比较有特色就是那种 嗯OK是是动脖子的这种 啊对对对 好好好那有请 OK一小段 好自己哼哼一下调子 哦那要不然你们一起为我哼一下 你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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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满城的姑娘 OK大满城的姑娘 OK好 对啊 这是她的主意 对 被她精彩的表演已经打动了 唱歌也是唱民族歌手 嗯唱歌我是唱通俗 通俗歌曲 对 我什么喜欢的歌手吗 喜欢王立文 王立文 没有我其实很喜欢蔡依林 我 你来一首歌的歌手